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是民国的子孙政权战胜了中共政权 使得中共政权兵去全销 运以终 有朋友问这会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我认为按照我们这段时间的解读 这个时间比较靠后了 起码在30年之后或者更久的时间 在解释未来项第46项之前 我们再调过头来分析 分析一下我们现在正在发生的项 从而再演出一套全新的推背图解读方法 这也是我们频道的第三种解读推背图的方式 因为现在的时势变化非常快 所谓的预言解读也应该与时俱进 我们这一期就重新开章 再推出一个颠覆的解读 请各位看官打起精神 看看这个内容是否更加合理 我们之前的节目曾经两次讲到推背图的第42项 第一次解释该项是六四事件时期 美人是美国人 第二次解读是当前的局势 美人是一个女性的政治人物 今天我们来第三次解读 这个解读首先看一下第42项出现的背景 有了之前项的加持 这个新的解读才能站得住脚 推背图的解读一项是模棱两可 方法颇多 可谓公说公有理 婆说颇有理 我这个频道就是要进行多个维度的解读 尽量做到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呈现给观众 至于哪个是正解 之后我们会在未来开设的直播节目当中 与推背图的爱好者进行讨论 从而做出最佳的判断 其实推背图的第40项和推背图的第41项 就涵盖了推背图第42项的背景内容 第40项是中华民国战败 败走台湾 小小天罡垂拱而至 既说出了小小天罡台湾岛 也说出了台湾会出现垂拱而至 无为而至的局面 这一项是公认的情况 大部分人都没有争议 图中显示了三个小孩传球 两个小孩把球塞到了另一个小孩手中 指的就是政权的传递 这边有人将三个小孩解释成 民国 日据以及中共 我认为是非常有道理的 日据和民国最终把中国的控制权交给了中共 而民国变成了垂拱而至的情况 这点和之前我们第二种解释 以民国为主体的情况稍许不同 之前按照以往推背图的情况来说 北宋的政权在被金朝击败之后 国座没有断绝 推背图仍然继续来讲南宋 前面五代的情况也是类似 只讲五代并没有提到其他十国的情况 按照常理来说 推背图之后还是应该以民国为主 因为中华民国没有断绝 但是到了四十项的图 却和这种说法并非统一 这个球传给了另一个人 证明政权是传递出去了 球传递出去之后 就说明之前的政权中心也转移了 那么下一回就要说这个拿到球的人了 果然下一回 图上就画了一个拿到球的人 这个人踩着球 洋洋得意 四十项的结局 写出了生我者猴死我雕 这个就是在中华大陆上中华民国的结局了 这个雕是谁 我们之前猜过很多 死的含义是什么 我们有猜测 这里就不赘述了 之前我们讲以民国为主的推背图的时候 四十二项 四十三项都是民国的情况 第四十三项的时候 中华民国正式手中正秦 之后民国的子孙政权会起来继续民国的价值观 我觉得这种说法与我们的新解读并不矛盾 中华民国台湾在这里终究会发挥作用 在第四十三项 第四十五项就会讲到这些作用是什么 我们之后的节目还会继续讨论 那么第四十项指的是 民国和日本全球把中国政权传给了中共 而中共拿到了之后 来到了第四十一项 天地会盲草木繁殖 中国进入了一个很坏的时期 中共拿到政权之后 现是三反五反大跃进 之后造成了三年困难时期 饿死无数生灵 最后终极绞肉机 十年文革 不但让中华的文化损失殆尽 并且让中国人心底的恶显示的淋漓尽致 之后改革开放 虽然人民生活好了一些 但是中共仍旧控制着人们的命脉 权贵家族肆意妄为 收割国人的努力结果 权力斗争仍然血雨腥风 这段情况和图画 以及手弄乾坤和日休的颂词是非常契合的 中共政权的控制和争夺权力 也是近代之中最盛的 横向比较在世界政治归于民主化的今天 中共的统治确实是世界文明的一股清流 当然是打引号的 所以第41项就说出了中共统治下的中国 99年成大错 其实对应了第40项的生窝者猴死我雕 一个说的是民国失去大陆 而后者说的是中共失去大陆 中共在这年之后将渐渐的失去大陆的控制权 但是最后的结果是称王只和在秦州 这句话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中共政权在失去对中国的控制权之后 并没有灭亡 而是在秦州称王 继续统治秦州地区 第二层意思就是暗示着中共政权统治结束之后 中国将出现分裂的局面 所以按照今天提出的解读方式 民国在第40项交权 交出权力之后垂拱而至 这个治多长时间 以后推背途中有没有提到 我们之后的节目再说 交出政权之后来到第41项 当时还是个孩子的中共政权 已经变成了年轻人 而给他的球也就是政权已经被踩在了脚下 与现在中共政权极权施政的特点对应 将民众踩在脚下 第41项的结果就是99年成大错 在大错之后丧失政权的中共 退到秦州继续称王 而剩下的大陆地区怎么样了呢 那么我们就要说第42项 每人自习来 每人要接手了 至于每人是谁怎么影响未来的中国 我们之后接着聊 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再说一个点 大清国末代皇帝溥仪笃信推背途 对于推背途有着深刻的研究 而当时他的众臣兼智囊郑孝旭 也深暗推背途之理 他在晚年曾经提出过一个预言 这就是最出名的三段论 大清亡于共和 共和将亡于共产 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 这段预言是不是和推背途契合呢 我们下次节目和推背途第42项的解读 一起说 好 本期的白露探寻 我们就和大家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的观众